好,各位同学早,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考试的解答,详解,那我已经把详解全部写,写在写完了,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,那在这里这么多题里面,我觉得需要特别讲解的,大部分题目都算OK,都应该看解答,你就看懂了,OK,特别需要讲解,可能大家不要问,今天是第三题,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,好,第三题啊,讲,它说把一个容器里面装有那个什么,理想气体,然后中间有一个活塞把它割成AV式,那这个过程中原本是27度,那压力,这个时候27度的时候压力AV都是怎样,体积是V,压力是P,好,现在呢,我把A这个,这个A式, B是把它加热成77度,B是降温到-23度,请问平衡的时候,AV的体积分别是多少,再来,AV平衡的时候压力也是多少,好,我们要先知道,过程中活塞,它只有活塞在移动, 所以活塞在移动的时候,怎么样,过程中,你的压力就会改变,然后你的V也会改变,然后再来你的温度T也会跟着改变,好,那,可是它里面的气体不会怎么样,不会说从A跑到B过去,不会,它只是移动那一个活塞, 可是里面的气体,摩耳术是一样多的,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,后来的PA'折上,就PV等RT嘛,那我们用来,用后来的PV,后来的PA'折上BA'会等于N跟R是不变的, 因为我们刚才说,摩耳术气体,摩耳术不变嘛,那温度变成后来的,有的A是上升到77度嘛,B是就下降到-23度,好,那所以,特别你要注意知道的是什么,PA'跟PV'会怎样,会相等,因为它们的活塞是可以移动的嘛,它们一定会平衡的时候,两边的压力一定会相等,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,P,P'那什么,乘上VA'我真想,直接想像, 上面这一项除掉,底下这一项,OK,两项相除,所以P'等下就会消掉,那,再来就是那个什么,对,这边,这两项,这两个就会消掉,P'这两个就会消掉,然后N跟R都一样嘛,所以这两个也会消掉,好,TA'上升到77度嘛,所以273加77,变成350,然后底下那一个,B, TB'变成-23度,所以273加23,250,所以相除是7比5,所以它们的体积相比会是7比5,好,可是重点来了, 有些人就不小心出来这里,这两个相加会等于2V,所以,这两个,因为原本一个A是V,B也是V,那两个相加起来总共是2V,那,总共2V,那,意思是说, A是他会拿多少,他会拿7分,12分里面会拿7分,所以是12分之7,乘上2V,所以应该是6分之7B,然后,B',B'就是12分里面拿5分,所以这样乘上2V,所以6分之5V,这个是这个部分,那有些人这边就不小心出行,OK,再来,第二小题才是,可能问题比较多的, 就是说,诶,第二小题的话,有些人就直接用什么,有些人就直接用,哦,原来的PA,VA,会等于,PA,prong,水上V,VA,prong,好,这个,我们在之前做这个练习的时候,可以这样做,为什么? 而且我们也会发现,之前用的那个练习,也不是用这个,用的是什么,也不是用PAVA,他用的是,他也不是用这个,他是用PB,然后,VB会等于,PBprong,身上VBprong,为什么可以? 因为那个时候,如果你有去看课本的题目,那个时候,B是维持不变的,OK,然后,温度维持不变,所以,像现在,那个时候,温度维持不变,你看嘛,N不变,R也不变,T也不变,所以我可以直接,用PB,VB等于PBprong,乘上VBprong,可是现在,哦,现在我这一题怎么样,温度都有改变,所以T并不是不变的,所以,T并不是不变的,所以我就不能用这个公式了, 哎哟,我就不能这样写,那我就怎么写来,你们可以看一下,所以我,第二小题,我假,我,如果我觉得后来的压力是不变的话,我们就怎样,我就拿原来的嘛,OK,你要用A4,B4都行,OK,在这里我就用什么,我用,我用应该是A4,对,A4,我就拿原来的PB,PAVA等于NR, PA嘛,对不对,那我这边就,PB等于NR乘上300嘛,哦,这个是,不管是A4还是B4都一样,OK,A跟B都一样,好,那后来Pprong, 也会等于NR,只不过这个时候变成什么,变成350了,所以呢,我就做什么事情,我就把它带进去嘛,这个Pprong,然后这个是乘上6分之7V, 然后这里,我就把它做一点技巧,就是这样,因为上面上300R嘛,对不对,我就把它变成,乘上300NR,然后除上300,然后这边再乘,对,这边的原本350除不动,对,那这个300NR就是什么,就是刚刚的PV嘛,所以你就会看到一系列, 计算过程之后,最后你会算出,Pprong等于V分之300NR,V分之300NR就等于原来的P嘛, 懂我意思吗,所以你就会发现,哦,原来后来的压力跟原来的压力,没有改变, 一样大,OK,那这只有什么,只有它的那个体积有变化,温度跟体积有变化,压力没有改变,好,这是第三题的部分,所以其他题目,你再自己试着自己去看一下,那有问题的话,你可以自己下来问我,那我可能,如果觉得那是好问题, 确实是需要讲解的,我下一节课我再来花一点时间讲解,对,那至于分数的话,分数的话,有些同学写的比较多,他写超过,因为我原本是要求,你只要写15题就好了嘛,那可是有些人超过15题好,如果是15题以内,你就看到,因为我一题都是算10分啦,OK,我每一题都是算10分, 假设你写了多少题,假设你写了10题,那10题都全对,OK,那你就会拿到100分嘛,对不对,那可是100分,我一共有15题嘛,OK,所以你就要乘上150分之100,那你就会得到多少,你就会得到,对,你就会得到你正确的分数,OK,那有些人写超过15题,像有些人写了快多少题, 有人写了20几题,24题,那就240分之100,好,假设你写了240题,那你只有对多少,你只有对20题,OK,你写了24题,只有对20题,所以就200分嘛,200乘上240分之100,那你就会得到那一个分数,那我分数会再传给你们,OK,所以,对, 如果你写15题以下,也是一样,OK,如果你写15题以下,假设你写15题以下,然后你只有对多少,你只有写5题,5题都全哪,就50分,OK,50乘上150分之100,那你分数就会更低,OK,那这个就是这一次考试的部分,那有问题的话,你再视讯我,或是直接在群组问也行,OK,今天就这样, 0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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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...